來到這個哲學星期五在台中 那我們今天的主題非常精彩 要談論這個死刑這個話題 死刑存廢的議題 當然我們哲武也談讀了好幾次 可是每一次的切入的點都不太一樣 那我們今天有三位的律師 他們都是死刑犯的辯護律師 所以會來跟大家做一些他們的經驗上的分享 那在分享之前呢 其實我想要先跟大家介紹一下哲學星期五 有沒有第一次來哲武的 第一次來哲學星期五 因為我好多陌生的臉孔 好 請放下 那其實有一些人都是第一次來哲學星期五 那所以可能你不知道哲學星期五是什麼 那稍微跟大家介紹一下哲武這個論壇 那我們哲武是一個公共論壇 那我們在台中呢 從2014年的1月成立 然後到現在兩年了 2013年的 今年到底哪一年 2014的 今年2016 所以我們2014成立 到現在兩年了嘛 那這兩年其實我們每一年 這兩年每一個禮拜五 我們都在 就是 像之前我們是在好辦 今年開始我們改到想想人文空間 那每個禮拜五晚上就要規劃一場這樣的公共論壇來做討論 為什麼我們需要做公共論壇來討論呢 因為大家有沒有看過爭論節目 你覺得爭論節目討論的品質好不好 你覺得你看完一場爭論節目以後你會有沒有什麼收穫嗎 很難嘛 因為問題就是越講越模糊 從來沒有辦法把事情講清楚 因為都在罵人比較多 那 我們哲學心理就比較不一樣 因為我們的目的就很簡單 我們希望把事情討論好 把問題討論清楚這樣子 把一些事情把它釐清 那 也許可能在這邊 你不一定 可能在這兩個小時裡面找到你的答案 可是我們希望說透過彼此的對話方式 那 也許在台中很多人覺得說 那台中怎麼可能去做這種公共論壇 可是我們事實上 每一年 從2014年開始 一年做超過50場 的哲學心球 包含了哲學非心球 也就是非禮拜五以外的時間 我們也做 所以 你會發現 我們遠遠不覺有那麼多議題可以討論 這些議題它背後都一定有公共性存在 你生活當中所有事情 都可以討論 因為生活當中很多事情 背後都有一些公共性存在 所以我們哲學五 討論的議題就會變很多元很廣 因為很多人說 怎麼可能有那麼多 每個禮拜五都要做 應該會 一下子就做完了 沒有什麼議題 可是沒有啊 我們事實上發現 我們事實上討論議題講不完 從藝術啊 音樂 甚至運動 體育 建築 政治 這個 所有的事情 私心 我們都可以討論 那在討論這麼多的事情 因為我們認為所有事情背後都一定會有一些公共性的存在 那這些公共性需要被大家看到 被認識到 那這樣我們台灣的公民社會才會變好一點 而不是說我們每次都看政論節目 看完以後 洗洗碎 沒事的這樣子 那如果我們透過面對面彼此的溝通 因為我們比如說我們舉例來講 今天要討論死刑 大家在網路上看過死刑的討論沒 有嗎 你覺得在網路上死刑的討論最後會變成什麼樣 大家應該心裡都有數 所以我們希望說透過面對面的彼此的溝通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人跟人之間 我們意見一定會有不一樣的時候 我們人是有差異的嘛對不對 可是我們共同生活在這個社會上 我們要意識到你跟我是不一樣的 我們彼此有差異 可是我們也因為我們彼此也會有一些共識存在 我們在一個不一樣的意見的當中 我們再去尋求看有沒有共識的可能 那我們這個社會才能繼續往前走下去啊 這是哲午要存在很大的一個目的就是這樣 那所以我剛剛講到溝通很重要對不對 所以哲午有一個很重要的傳統 彼此要自我介紹 今天來兩個人我們要自我介紹 來五十個一百個我們彼此也要自我介紹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簡單的講就好 你是誰來自哪裡或你在做什麼事情 或者是你對於今天要講的議題 你有什麼想法你也可以先丟出來 不一定要等他們講對不對 你也可以先丟出來你對議題的一些看法 那當然我們今天會比較聚焦在辯護律師的身上 當然死刑是一個很重要 可是辯護律師為什麼他要做為死刑犯辯護 他為什麼不要幫什麼人辯護啊怎麼樣 你也可以提出這些問題啊 所以你們當然很多意見不一定要說 我是一定要支持廢除死刑我才能講 沒有 所有的意見都應該要被傳達出來 那所有的意見都應該要必須被包容 被 因為我們就是我剛剛講 我們會有一些差異的存在 你不用擔心說來這裡我是意見不一樣 我就會怎麼樣 沒有 在這個地方也許可能多數的人 你也許說不定是認同要有死刑的啊 那你也認為說要廢除死刑也可能會有 可是對於不同意見 你聽聽看他們的想法是什麼 那我們彼此這樣討論 這我們才能比較聚焦一點 那也不要說變成說 好像永遠就變成像網路的論壇那樣的方式 吵不完 那 所以彼此的自我介紹很重要 那 大家不用太長的時間 10秒到15秒的時間 好不好 自我介紹一下你是誰啊 在做什麼啊 或者是說 你對這個議題的想法 不用太長 沒關係 簡單的介紹一下 我們也歡迎很多 因為我們常常會遇到一些 NGO的團體啊 或者一些我們在台中在地的社團 他們有一些活動啊 或者是說你現在 正在哪個單位服務 哪個 哪個機構服務 你們最近有推出什麼樣的活動也很好 歡迎工商服務啦 好不好 不要太拘謹 我們就很輕鬆的談 你如果沒有意見也沒有關係 就 把麥克風 Pass過去也可以 但是反正我們就是很自由很隨性的 來談論這個議題 然後 介紹自己 那 當然很重要 我差點忘記介紹 折武 我們是一個被營利的一個團體 那我們全部人都是由志工所組成 包含我自己也是 那我們透過不同的 我們透過一群人 在台中的這一群人 我們組成了志工的團團體 那 志工團裡面我們就是負責平常 我們 你可以看到我們有做現場的直播 有人做攝影的工作 有人做紀錄 有人做現場的一些場部 甚至我們要準備每個禮拜的議題 我們要寫一些宣傳文案 然後 包含我們的臉書的粉絲頁 也是由志工來管理 所以這是透過志工來管理 那我們今年 比較 狀況 經濟狀況沒那麼好 那 所以 折武的話 我們其實也都會 希望說大家如果 行有餘力 來 我們請後面我們 我們志工 他有這個拿 行有餘力 有一個箱子有沒有 好 你如果行有餘力 把你身上的一些小零錢啊 什麼的 如果有鈔票的話 會不會更好 好 可以來支持折武這樣 每個禮拜五 在台中做這樣的公共論壇討論 那我想說我們就先開始自我介紹好不好 不要浪費時間 那通常每個禮拜 自我介紹的時候 就是你看第一盤都不會有人做 因爲什麼 他很緊張 對 有啦 所以你是最支持每個禮拜都做第一盤 然後大家很擔心 做第一盤因為都會從前面自我介紹 那沒關係我們今天從後面開始 好 剛進來了就先自我介紹 躲不掉 還沒準備好 需要準備一下 喘息一下 要喘息一下 沒有 好 我是欣益姊姊的粉絲 欣益姊姊的粉絲 我叫唐秋 對 愛你唐 妳要跟她講欣益姊姊是誰啊 那個 誰是我們今天的主持人 對 沒有錯 是今天主持人 粉絲 好 大家好 我叫姨貞 這是參加第三次 然後對這個議題有興趣的原因 因為選舉快到了 然後很多 然後 立委 會用 比如說他被 支持廢除死刑 做為他的一個想法 那 所以想說提依不同的意見 所以就來到這裡 謝謝大家 好 大家好 我是鴨子 然後目前是在全面罷免 就是在推動那個下修罷免規定的一個在地的團體 所以大家有空可以上網搜尋一下我們的很方便 工商服務 這個非常好 全面罷免請關注一下 大家好我是焦華 然後 嗯 就是這是我第一次來參加 第一次來折舞是不是 對 以前有聽過嗎 有 可是因為我現在不在台灣工作 OK 剛好 剛好趕上了 對啊 來朝聖一下 謝謝 對啊 然後就是因為之前那個鎮結障案的時候 在歐洲也蠻多人討論過我 就是死刑作為有問題 所以我也覺得可以聽聽看大家在台灣的理解 嗯 好啊 大家好 我是佳玲 然後這是我第三次參加折舞 然後 嗯 因為其實我對死刑這件事情是抱著比較保守的一個看法 但是其實因為我身邊比較少就是持另外一方意見的人 然後所以就是我覺得就是你要有思考一個東西 你到底想要支持什麼時候 你必須要聽多方的就是變就是論述 所以就是覺得這個議題很有興趣 就是很有趣所以請來參加 很好 嗯 好啊 欸旁邊 大家好我是叫小應 然後我是第一次參加折舞 然後 我從事的職業是社會工作者 然後 是在做案子機構的 然後就是我之前 嗯 為什麼對這個主題比較有興趣 是因為 我之前實習單位是在 會跟 是跟生 跟生 跟生的有相關的 所以會進到 海中監索裡面 OK 所以有去過監索 對對對 所以就會有點 稍微聽聞一些裡面的東西 所以就覺得有點好心 OK 好 那大家好我是阿伯 我也是第一次參加你們 折舞的活動 對 然後這次想說 這次議題我蠻有興趣的 然後想聽聽不一樣的意見 跟那個聲音 好 大家好我是柏偉 我是工程師 今天是第一次來 對這個議題 最近看那個某候選人 掛了一個超大的抗板 支持事情 就我們這一區的嗎 對 所以 他很重 你知道這個候選人 他去年常常來追舞的 他常常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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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有聽過 這裡輸了 他也常過 OK 你有看過 我是台中教育大學 台語系的學生 台語系的 台語系的 不錯 要說台語 不用了 好 有上那個台灣史的課 然後 就是 有 類似的東西想要來看看 台灣史有上到類似的東西 史心 好 大家好 我也是 台中教育大學 台語系的學生 今天想來看這個主題 好 謝謝 謝謝 好 我是台中教育大學 台語系的學生 我叫王榮寬 你團報的 嗯 嗯 就是 對啊 上課有上到 然後我想看 律師到底對於 史心這個方面 他到底是有什麼看法 會不會因此改變我的想法 我知道 好 沒關係 不好意思 我是德成 嘉陽高中學生 大家好 我是中教大台語系的學生 對 台語系的就要說台語 今天想要來聽聽看 我們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史心這個台語 好 不錯 大家好 我是台中教育大學 台語系的學生 並且來做報告 你 寂寞了 不好寂寞 好 好 大家好 我也是台語系的 然後我是朱雲 然後 對 就是 平常在家裡會跟 就是家人討論到史心 然後 就想來聽聽看就是 有沒有更多不同的想法 你們都怎麼討論 家裡的人都怎麼討論 說到最後要記住 不會 就是 就是會看電視 如果剛好有類似相關 就會討論 然後 就是 就是闡述 就是我跟我爸會分享 是彼此的意見 然後 看誰能先說服 對不對 好的 很好的 大家好 我叫家瑜 我目前是TC Freework 跟1095的導覽員 是 然後 工商圖 1095就是在第一廣場 那邊 我們每一周都會有做一些 帶大家認識這個東協廣場的一些活動 東南亞移工 對 東南亞移工 那大家有興趣可以上Facebook去搜尋 那TC Freework就是在地的一個導覽組織 那因為它在國外有非常多 這個活動是非常盛行的 如果你在國外你想要參加深度的旅行 那你只要打一個Free Tour 那你或許就可以找到一個在地的導覽員導覽你 那這個是我們最近希望可以讓外地人了解台中這樣一個好地方 不再是你在上網站Google 然後你就看到台中最有名的景點居然是台中高鐵站 對我們想要讓大家能夠有更多的了解 那不只是在地人外地人都會對台中更多的認識 很好 對謝謝 TC Freework TC就是台中啦 免費的小旅行 會有人帶你做步行的導覽 來 大家好 我是台中教育大學台語系的學生 然後 不然想聽是因為之前高中的那個公民課 不是啊 公民選項 就是有玩那個辯論 玩辯論 然後呢 然後有關事情這樣 辯論都一定會有事情當作一個題目對不對 對 好 那你覺得你那時候辯論都是怎麼樣 忘記了 忘記了 大家好 我是台中教育大學的學生 然後也是台語系 大家好 我是 維智妍 那我跟他們是一樣的系 好 所以我們現在確定大概應該有九個人可以組一支棒球隊 台語系的 好 謝謝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請想台中人 我後來發現就是 國民黨極力支持或極力反對的議題 好像都應該要跟他朝公共不同方向 認識一下 這也是滿好的一種方法 選擇一種的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文華高中二年級的學生 然後我已經好幾個禮拜沒有來了 對 我好幾個禮拜沒看到你 對 最近比較忙 是 大家好 我叫舒宇 我是在學那個 品牌設計公司擔任就是專案經理的部份 是 然後這是我第二次來這邊 謝謝 大家好 我是東海大學學生 然後 我們是東海灰色成員 然後 然後我有參加過 檢索關注小組和一些活動 是 然後 這次來 就是許多刑事案件的一些編綴可能 然後來表解一下 死刑是不是有存在比 有新片 你要不要介紹一下你的 灰色是什麼 社團 灰色是一種顏色 還是 是一個社團 要講清楚 大家好 我是 等一下 我們 我們 昨天晚上 我自己 裡面 做一個 叫黨海灰色 灰色 灰色 就是 一個社團 我是說 要在 黨海灰色工 裡面 創作一個 可以討論 一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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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耶 石工 你說台語 台語 都沒有你說台語 對 我 要把 本土 和 土地的人 對 所以 開始 說一個台語 連是 說台語的本色 所以 說 歡迎大家 去FB 搜尋 東海灰色 好 好 請我試一下 好 試一下 我同學一起來 今天 真正路過 路過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聖峰 聖母峰的聖峰 我是 日語系畢業 今天就是第一次來參加 本身是也想聽 多一些 關於 死刑證方面的意見 好 我本身是也有參加 台灣親子關心會的社團 我算是志工 我們在 中興大學也會辦活動 那大家對聽聞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搜尋台灣親子關心會 我們上面都有 那個活動 我發覺 越來越會 大家越來越會 共上同仁 不錯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洪銘 然後我 沒錯是中開選大學醫學系的學生 然後 我是第一次來哲學進行 然後是受這個同學指標 我覺得很新鮮 嗯 因為總是 我們目前對 死刑的議題 好像都只是在網路上 看到考慮 都沒有 清零現場 聽到 就是 面對面的溝通 大家好 我是遠文 我是中山醫學系的學生 然後 這是第二次來 覺得很不錯 所以就帶同學 一起來到 我一直對死刑 這議題是很有興趣的 只是說 我還沒有選邊站說 到底是哪一邊 還沒決定 對對對 所以就是想要來了解一下 是 大家好 我是何平 我是中科大英文系的學生 那這是我第一次來 是 大家好 我是台中教教大學 台語系學生的爸爸 我姓鵝 我姓鵝 全家都來 我來第三次 我們都來第三次 為什麼要站著講 因為我稍微講久一點 因為我目前是在大崔相公所 波濤的故鄉 那個 服務 中華 服務快十九年 就是我兒子出生的 出生前一個月 我就轉任到公職 但是在這之前 我是在軍中服務 但是我跟各位有不同的經驗是什麼 我擔任 因為我是政戰法律系畢業 後來考上軍法特考 歷練書記官軍事檢察官軍法官 後來當少校組長退伍 在我民國七十七年 擔任軍事檢察官時候 曾經執行過一件死刑案件 那是對上官暴行的案件 這是我同學都沒有經驗的 你說民國七十七年 七十七年 很多人還沒出生 我二十六歲的時候 我二十六歲的時候 我們班 我是第一個執行槍決的 人生有這種經驗 但是覺得那個死刑犯 也是情有可原 但是因為他就是犯了軍法 一個死刑 答案件 在那個情況下 當初總長就是好婆車 很好 當然不見容這種案件 的那個 因為會發 會有這種仿效的作用 所以在那個 當時的情況下 在軍 在敵前 在敵前 因為那時候基本上是敵前 嗯 那時候是唯一死刑案 是 但是對 當然我雖然是軍事檢察官 可是我還是有點憂憬他的 他犯了一個動機 對 不是那麼可惡啦 只是因為有時候 就是酒後 又是原住民 又是酒後 他是 就是 斷六腳尖 跟長官有點細乎 衝突 跟阿槍幹掉 這是我經驗 謝謝 好 大家好 我們也是第三次來參加 我蠻喜歡這個原地 這個氛圍 所以我們又來了 謝謝大家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台中高雄台下 台灣 英文學的學生 我今年台下 一年了 啊 我就 我也是 老師要求 才要來這個學生 老師要求才來 沒有人 也可以學習 很多 很多 很興奮 很多 很興奮 很興奮 很開心 好 老師有沒有 老師沒來 老師沒來 大家好 我是鄭宇齊 我不會講台語 所以我就是全程中文 然後我是台中文人 上班族 然後 我對死刑也是 還沒有選邊站 但是 我有一個想法 就是 就是死刑為台灣社會帶來什麼 就是 就是 這個人被判斷死刑之後 社會有去 思考這件事情 就這個 罪犯的 背後的一些故事嗎 那如果沒有的話 那執行死刑 這個制度到底是 對 那執行死刑 那就只是 滿足一些大眾的怒氣而已 然後並沒有改變任何東西 謝謝 問題沒有被解決 但是情緒被 被處理掉而已 大家好 我是家軍 台中人 我個人是比較偏向反廢死的 因為我覺得像是一些重大的那種 虐殺案件 兒童謀殺那種 比較不太可能被教化的那些受刑 我覺得死刑是滿合理的一件事 所以今天想聽聽看故事們的觀點 是 謝謝 大家好 我是中三一的學生 今天很開心第一次來參加這個活動 很喜歡大家一起討論事情的這種氛圍 謝謝 各位好 必幸苦 是個上班族 那應對這個議題有興趣 所以各位來聽 謝謝 大家好 我是東海社會系系系年級的學生 平常我們學生就很多人在討論這個議題 今天可以希望聽到更多的聲音 然後把這些有趣的東西分享給我的同學 大家好,我是台東教育大學的 台灣日文全新的選舉 好,我們是 就是老師覺得這個議題很棒 然後希望我們可以來在這邊訓練他 好 大家王安,他是總理 他好像沒有自我介紹 你幹嘛幫我自我介紹 我是阿平,我在逢甲大學服務 那今年一年本來開始是還蠻疲勞 所以我想說今天不要來 但是在前幾天 那個哲舞的FB 頁面上小編剛發布文章的時候 突然有人在那邊站 站說今天怎麼只有單方面的意見 然後我看到這個訊息我就很興奮 我就想說要來,我希望那位新生今天也在 不過我猜下去應該是沒有來 當然,因為有人說 為什麼哲舞都不公正的立場 這樣子,就是說 為什麼不邀請那個支持實行人 來前面做演講 那我跟大家做一下解釋 因為人家說你辦公論壇 就是一個中立客觀的一個立場 那我常常跟人家講說 中立客觀這兩個字 有時候會有一點問題 那我們辦哲舞的立場是這樣 哲舞是一個有態度有立場的一個論壇 可是因為我們有態度也有立場 所以我們可以容忍 包容所有跟我們態度跟立場不一樣的聲音 在這個論壇裡面 所以我們不需要說做一個中立客觀沒有立場的論壇 我們必須要做一個有立場的論壇 你先有的立場你才可以知道說 原來還有一些立場跟不一樣的 我們在這裡討論 那為什麼呢 比如說你們都只找支持廢除實行的人來 很簡單啊 你去看台灣目前支持實行的人的名義大概多少 八成九成 支持廢死的名義大概多少 頂多十到二十之間 所以廢死是什麼 少數人的立場 那我們這個舞台是為少數人的立場所設立的舞台 你讓少數人可以在這上面講話 讓他們知道說原來少數人跟我們多數人的立場是不一樣的 這個就是哲舞的 做這個論壇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目的也是在這裡 所以我要稍微做一些解釋 是這樣子 還有 大家好 我是台語的 但是我一直都會用台語來 像我跟他學 我是 鐵六禮拜五的第二天 其實我剛才跟朋友討論 我為什麼會說鐵六禮拜五 因為鐵六禮拜五這個台語大家聽得到 不然我只要有一個委員翻譯的位置 我會說聽話 聽話我還要解釋文音和白音的問題 還有很多人聽不到 所以我一直都會用鐵六禮拜五來解釋 我相信我們 Gir來叫八月 我 employed 一個 куда一句幾句台語 breakdown不得很快 那台語的楊老師我也有認識 他應該也看到我 還有很多相關的外面 我也要去野術大陸 他要辦好幾句台語 如果你給我注意一下 楊老師辦好多日子都不錯 一般民眾其實都是參加的 有機會大家可以去參加看看 好 真好 我們TRA禮拜五因為都比較老闊一些 然後有時候都台語會說比較多 可能你會參加過台北的TRA禮拜五有什麼樣的 這就是我們的特色 還有誰 來來來 抱歉 我是Rita 然後來哲伍很多次了 好 然後呢 還有誰 好 來 我們志工 大家好 我是哲伍的志工 那如果大家平常就是很常來志武想要支持我們的話 我覺得也歡迎大家跟我一起就是加入志工的行列這樣子 那我這邊有一份簽到表就是如果說大家想要 那之後可以接收到我們臉書 那個Gmail的訊息的話可以填一下你的Gmail 然後我們應該就會 我們有電子幫我們 對 就會發送我們活動訊息給你這樣 對 沒錯 那我也想要就是為我的就是朋友們就是做工商的服務 就是我們在我們有一個團體叫綠川工坊 那我們有個粉絲專業叫綠川漫漫 就漫漫的漫 那就是我們在1月23號的時候 下午2點到5點呢 會在那個幫綠川做一次淨川的活動 就我們會沿著岸邊就是撿垃圾 然後我們有些夥伴會到那個岸綠川裡面去 就是做一些慶節的活動這樣子 那我們是希望說就是綠川就是在中區是一個就是 嗯 我們是希望大家可以多清淨一些那個水的環境這樣子 然後所以歡迎大家如果說想要參與這個活動的話 可以在臉書專業上去Follow我們的那個綠川漫漫的專業 那可以跟我們一起參加進川的活動這樣子 謝謝 好 還有嗎 這邊 來 嗯 大家好我是那個哲武的志工我叫陳漢 然後通常我是負責網路直播的部分 然後再來我要跟大家就是工商服務 對對對 好 就是我們大家聽過那個 這個回響音樂藝文展演空間嗎 聽過嗎 他對這禮拜日要就是因為某些因素就是要歇業這樣 然後就是他們在這禮拜六日要舉辦最後兩場的演唱會這樣 然後明天星期六是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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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是一場那個工藝演唱會 然後就是你知道買門票然後他就是會扣除一些成本跟所得 然後就是其他收入會捐捐捐給那個一些NGO團體 有收入嗎 我認識他們店長可以跟他們推薦可以捐款 對 然後就是NGO團體或是一些基金會這樣子 對 對 很好 然後就是這禮拜六日都都就是他們歇業前的最後演出 然後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去支持一下 進來支持 讀訂閱 然後就是支持Live House 謝謝 OK 很好 還沒 來 好 那應該差不多齁 都自我介紹過了 那我想我不要拖太多的時間齁 那因為今天主題真的非常精彩 每一次討論事情都會到很晚才結束這樣 所以那我先把主持棒要交給我們今天的主持人 也是這個被除死刑推動聯盟的執行長林欣宇 全台灣對那個嘛 我們都有一個稱號邪惡團體嘛 鄉民的稱號不是我們自己自稱的 好 那我們 我們就知道了 我們就知道了 我們就知道了